大家好,我是小羊 今天用豆角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新做法 一起来看一下吧 把窄好的豆角冲洗干净 锅中水烧开,加一勺食用盐 加几滴食用油 把洗干净的豆角下水焯两分钟 像这样把豆角焯至颜色变深变软 控水捞出 再过一下凉水 直到豆角不烫手之后 把它控水捞出 再把控干水分的豆角切成小丁 收在大碗中 准备一根洗净的红萝卜 擦成歇丝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的红萝卜收在豆角里面 现在里面加一勺食用盐 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使蔬菜颜色更加脆绿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食用盐 少许的五香粉 再加一勺蚝油 一小勺的鸡粉 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腌上十分钟 下面再准备上几粒大蒜拍扁切碎 把蒜末收在一个小碗中 在里面加一勺味极鲜 两勺米醋 再淋两勺提前密制好的辣椒油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多放上一些 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豆角腌好之后 再分次少量的往里面加入面粉 搅拌均匀 不要一次性加太多 要慢慢的往里面添加 搅拌好之后 再用手抓拌抓拌 像这样能包团就可以 再揪一小块搓成圆形 像这样和乒乓球一样的大小就可以 全部做好之后 再摆放在笼屉上面 放入锅中水开之后 计时蒸10分钟 看一下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直接出锅就可以 现在这个积极的豆角已经大量上市了 我们多吃一些这种食用蔬菜 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夹一个 蘸上我们做好的料汁 哇 看上去特别的有食欲 豆角这样做出来特别的软 鲜香味美 喜欢这个做法的朋友 赶紧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吧 我是小杨 每天更新不同的美食 喜欢就关注我一下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